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全新完戒番外 第五十一至五十五集 有人很不识趣 打断了顾南婷跟媳妇的缠绵 你今天领口有点低 回家换个更低的 顾承小朋友的苦恼都来自顾南婷 太过分了 承宵迎来人生新阶段 顾南婷却有了苦楚 后来跟顾母的一次谈话中 承宵才从那种焦躁的心思中出身 那天顾母看承宵心事重重的样子 直到原委后 顾母就给承宵讲顾南婷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顾父因为工作原因 看到一次人很是不容易 顾母的工作也很忙 而且顾母又那么热爱她的工作 所以忙起来经常忘记顾南婷也是常有的事 顾南婷很小的时候 是外婆看的 在大一点顾南婷就跟着顾母一起上班 因为父母工作都忙 团聚的时候还要共享二人世界 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对她放手太早 所以她很自立 从小到大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自己选择自己的职业 之后再选择自己的伴侣 顾母看着承宵 承宵 孩子在于引导 我一直觉得你跟我很像 我们都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孩子可能是工作上的傅磊 但她也是铠甲 跟顾母聊天之后的第二天 承宵就让顾南婷给自己安排了飞行任务 时隔一年 承宵再次飞上天空 之后 承宵发现 她一旦坐进了驾驶舱 她之前所有的那些焦虑 所有的想法都被甩在了身后 她只是成机长 置于别的身份 等她下飞机后再以 后来 承宵也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她白天是在天空上自由飞翔的机长 晚上又变身成为母亲 给孩子高效地陪伴 顾南婷没有说错 承宵不管做什么 都因为她的百分之百用心 所以做得非常好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承宵担心的孩子跟她生疏的问题 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有段时间 顾承小朋友特别念承宵 晚上就要跟承宵睡 那还要从顾南婷出了一趟差说起 之前孩子一直是跟阿姨睡的 但是那段时间顾南婷出差了 那几天承宵突然想着 跟儿子睡几天 是谁说的 男孩子在大典 就再不能跟母亲睡了 所以承宵搂着个奶乎乎的胖娃娃 很是惬意 可是 半个月后顾南婷回家了 她家的胖娃娃 却还要跟她睡 半夜看不见她就哭 很是不识趣 那天 承宵费了很大的劲 把孩子哄睡了 然后去书房看顾南婷 顾南婷已经好几天 没有见媳妇了 看见媳妇进来 就立马把门关上 顺便把承宵按在了门上 顾南婷吻得很霸道 之后她又把她抱起 放在办公桌上 随着吻得加深 两人都已经一乱情迷 承宵睡衣的扣子早已开了 顾南婷久违地啃咬着他们 如胶似漆 不可开胶 之后 一声孩子的哭声就传过来 因为关着门 顾南婷并没有听清 但承宵作为一个母亲 却很是敏锐地听见了 那天晚上 承宵不得不去哄孩子 留下一脸凌乱的顾南婷 只得在书房的小床上 胡乱睡了 昨晚上睡得还好吗 两人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 承宵坐在副驾驶问顾南婷 明知顾问 顾南婷侧头看了承宵一眼 她真的不能跟你分开睡吗 我今天晚上再试试吧 实在不行 我也没办法 承宵想到昨晚就想偷笑 晚上有公司开展的活动 顾南婷跟承宵都需要出席 席间 承宵跟顾南婷是分桌而坐的 顾南婷通常情况是不喝酒的 但那天有领导要招待的贵客 顾南婷喝了点酒 相较于顾南婷他们那一桌 承宵他们要轻松得多 承宵唧唧喳喳地跟夏至说着育儿惊艳 夏至上厕所的时候 承宵就站在窗户边看风景 酒店视野特别好 让承宵本就美好的心情更是添加了点颜色 他端着一杯红酒 浅蓝色的小礼服衬得他啥是好看 他享受着此刻的宁静 不想不远处有一道视线一直盯着他 承宵并没有发现 但有一个人却发现了 由于两人都喝了酒 晚上叫的代驾 顾南婷想跟承宵挨得近一点 所以没有做副驾驶 而是跟承宵坐在了后桌 发现顾南婷的眼神非常的直勾勾 但是毕竟车上还有个外人 承宵只能装作没有看见顾南婷的眼神 于是他就一直看着窗外 顾南婷就一直盯着他 代驾师傅送到地方后走了 你干嘛一直看我 承宵终于忍不住问他 今晚吃饭的时候 你没发现有人在看你吗 顾南婷想着回家可能就没有二人世界了 于是又把承宵拉上了车 想跟他把这件事聊清楚 我刚才顺着他的角度看了看 发现我老婆的确是很好看 虽然他眼光不错 但这还是让我很不爽 承宵回头看他 谁看我了 就那个飞行部的那王凯 我瞎写的名字 逗大家一下 不要当真 我看他一直盯着你看 之前我就发现他很是关注你 胆子还挺肥的 在我飞行部偷看我老婆 顾南婷说的一本正经 哦 你说他呀 小伙子挺顺眼的 但是顾部长 你这飞醋吃的也太没有理由了吧 承宵想起来 的确是有这么个小伙子 长得浓眉大眼的 飞行成绩也相当不错 你还夸他 顾南婷危险地逼近承宵 车里本就狭小 承宵没地方退 索性勾住他的脖子 顾部长 咱们要客观一点 你要允许很多优秀的人与你我共存 由于喝了酒 承宵的脸上有一丝飞色 很是好看 行吧 不过你今天的领口真有点太低了 为了补偿 我你是不是一会要穿一个更低一点的单独给我看 车内很暗 显得承宵的眼睛特别亮 顾南婷于是就遵从内心开始吻他 顾承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他便明白了一件事情 做不同的事情需要找不同的人 比如想要喝牛奶就找家里的阿姨 想要玩具 就找在旁边的姥姥姥爷 想要玩游戏 最好是在睡觉之前找爸爸 但想要跟妈妈睡 那是忘乱不可能的 因为爸爸不同意 顾承早就已经知晓 爸爸跟妈妈都是飞行员 那时候 幼小的顾承不知道飞行员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切身体会到的就只是爸妈非常忙 他记得很小的时候 家里就只有他跟姥姥姥爷以及阿姨 再大一点 他知道飞机就是天上飞的 之后他就对爸爸妈妈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 那点幼时得不到父母陪伴的失落 也就一扫而空了 顾承自小就知道 自己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小孩 用大人的话说 就是颜值爆表 没办法 他的爸爸妈妈长得都很好看 他随便继承一下都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更何况 大家都说他很会遗传 顾承乍一看 能看见妈妈承霄的些许影子 但仔细一看 所有的五官都是向爸爸顾南亭 就像用承霄的汤底 配上顾南亭准备好的所有材料 之后产生某些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造物主比魔法师更加神奇 顾承喜欢妈妈也喜欢爸爸 但顾承觉得有些时候 爸爸总是特别严肃 比如说爸爸总是说男孩子要自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再比如爸爸说几点上小床睡觉 就必须几点睡觉 他想跟妈妈在他们大床上多玩几分钟都是奢望 还比如周末他想跟妈妈好好玩的时候 爸爸总是把妈妈带走 还说大人的事情他少管 总之 小小的顾承觉得 在这个家 爸爸很怕他跟他抢妈妈 上幼儿园的时候 坐他前桌 后桌 左桌的小朋友都唧唧喳喳喳地说 晚上他们都是跟妈妈睡的 那几天 他回家后吵着要跟妈妈睡 但是爸爸说 男女有别 说他是男孩子 不能跟妈妈睡 他只好小声说 那爸爸也是男的 爸爸为何就可以跟妈妈睡 爸爸就说 那能一样吗 你妈妈是我媳妇 媳妇就可以睡一起的 顾承很迷惑 以他的年龄很难理解这件事 有好几次 顾承看着妈妈已经心软 想要答应跟他睡 可是爸爸却丝毫不让步 有次 他听见爸爸偷偷跟妈妈说 你不能惯着他 他形成习惯了 每天要跟你睡 我怎么办 顾承听到这话后 心里很是对爸爸不屑 别看爸爸那么大个人了 还是离不开媳妇 算了算了 就把妈妈让给他吧 被爱包围的小顾承 在慢慢长着 发生在他们家的事情 还在继续着 顾承快一岁的时候 承霄迎来了 自己人生的新阶段 顾南婷也真是能沉住气 天天跟承霄睡一张床上 又是承霄的上司 但是关于工作中的一些事情 却公事公办不对承霄说 所以 那天早晨 顾南婷当着一群学员的面 以领导的身份 宣布承霄成为学员教员的时候 承霄除了激动 还有些不太满意的 看了顾南婷一眼 作为陆航自立最深的女妃 承霄成为教员 其实也早该发生了 不过没办法 作为女人总是要经历 结婚生子这样的事情 好在现如今不准备要二胎的承霄 也算是完成了一些人生大事 而且 她努力应得的那些成果 也会一样不落地补给她 承霄想起之前跟顾南婷的那些过往 那时候顾南婷就是顾教员 而承霄是她手下的学员 那时候 顾南婷有心病不敢跟她在一起 就把她那著名的 我只是你的教员挂在嘴边 当时她听着这个词真的是咬牙切齿 好在现在时过境迁 承霄也终于有了带学生的机会 你怎么之前都不跟我说 我想做教员很久了 都不让我提前高兴一下 只剩下顾南婷跟承霄时 承霄终于把她的不满说了出来 这是公事 顾南婷在公司时总是一本正经 很少对承霄流露出特别亲密的动作 这还曾经一度让一些新来的女妃 以为这样顾南婷是单身 有的女妃还曾经想追求顾南婷 不过对于顾南婷的八卦 承霄从来都不太在意 承霄总会有一种自信 顾南婷这样的男人 永远都不会做出格的事情 好在顾南婷也从来没有辜负她的这份自信 其实承霄要做飞行教员这件事 顾南婷之所以没在家里说 是因为她有些不太痛快 承霄想要有自己的学生 想要实现人生报复这都没有什么 但是对于顾南婷来说 这其中就有了某些不能言说的苦楚 因为学员们的训练任务 不可能再录杭旧全部能完成 就像承霄跟顾南婷最开始相识的那样 她会有那种带着学员们去澳洲 或者什么遥远的一国他乡训练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情况发生 如此顾南婷回家 就得自己面对孩子的叽叽喳喳 没有老婆的相伴 孩子还会一天问很多遍的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 对孩子顾南婷是有耐心的 但是除了孩子的小妈妈 她自己的独守空房 有时候也会击败她 顾南婷之所以遇见 她跟孩子的情况 是因为他们之前也会有三五天 或者一周不回家的情况 那时候孩子就是一再问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 孩子这样问的时候 顾南婷自己就开始跟自己对抗 一些说不明白的情绪就会上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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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